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讲第479章 超虾尖爺2 村长说 我们当时几个人年轻 有大胆 理得他什么山神 我的领导最重要 几下铁铲敲进去 就敲碎了山神像 然后我们才看到 山神下面有个神坛 好像一个大盆似的 我们当时拿铁铲过去摘碎的神坛 有一条垃圾出来 里面好像有些东西 那我就打着火把 趴在一条垃圾那里装一下 嚇到我真的差点死了 神坛里面装着的 全部都是弟弟的骨头 关于村长刚才说到这位山神的东西 陈志其实一早就听过 只不过 都是一些不确切的资料 他之前在一个海外的资料库那里看过 前几年 有一些旅居在美国的撒满教学者 提供过一些史料和证据 证明清皇朝皇室的血脈 其实是来路不明的 而且他们的宗教都很神秘 大家都知道 满人的前身是女真族 起源于长白山一带 这里可以说是满人的故乡 而这位叫做超虾尖爷的长白山老山神 在满人信仰当中的地位就很高 但是 这些海外的学者提供的资料 就证明在汉朝以前 长白山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而这位山神就已经在长白山一带广为流传 不过 他当时的地位就不高贵 而且 也不像现在说到那么实声 相反 这位神灵 很残忍 很暴力 他吞誓人类 暴躁二脑 而且 经常会为人类带来灾祸 对于长白山一带的人来说 好像恶魔一样 资料当中还记载 为了平息这位山神的怒火 当时的人每年都会供一些同男同女给他 以保平安 但是 满人入关之后 大清王朝统治了中原地位 这位长白山山神 莫名其妙 就神圣化了 很多关怨这位超虾尖爷 之前吴光彩的传说 统统好像粉笔字般抹走 而且 抹得很低调 一点痕迹都没有 留下的 只有对他歌功众得的正面材料 这个 只有皇家的力量才可以扮到 但是 一些珍贵的古老资料 依然保存下来 现在 美国一位私人收藏家手里面 依然保留着一张两俊时期的板黑年画 这张年画上面画的 就是这位超虾尖爷神 只见 他在画里面张牙舞爪 面相极其凶恶 他抹大他的血盘大口 在吞食童子 非常残忍 最近复杂的事情太多了 陈志说话也不想再兜弯 他直接问 村长 你的意思是否怀疑 当时来找你爷爷的人 其实是满清皇室的后裔 他们在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 或者是整个清皇朝时期 每年都会有人来到村道 去进行一些祭神的仪式 捉一些同男同女来祭祀山神 而且这件事是绝对保密的 你的家族都曾经参与过 但是现在这个祭祀在建国之后就停止了 而且那座山神庙也都废弃了 所以没有其他人知道 是不是 村长说 没错 没错 就是了 那座庙建的地方都很偏僻 而且样子又很怪 我见过几个庙宇 但是都没见过这样的 那个庙全身金光闪闪 好像金起那样 映着周围白茫茫的雪地 很苦力堂王 但是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没有认真看 我们见到那些骨子之后都吓到死了 然后就跑回来 这么多年 当年几个兄弟一早就不在了 现在回想起 那里真的有点邪 不是 是的 其中一个跟我一起去庙的兄弟 就是老大人的爹 他去年才过世 陈志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很惊讶地看了村长一眼 然后平静回来 他问 我明白了 是的 我想问你一件事 如果我想去那个山神庙 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呢 肥威拿拿拿拿打断陈志的说话 他说 别再说 你刚才说什么 喂 你不是不记得了我们来做什么 你真是这么有空 人家发了个梦 真是假了 你就说要去看看 还要帮我们那些同男同女伸冤 你傻了 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炮爷现在是怎么样 我们都没搞谈 我们还要 肥威说到这里 他就吞了一吞口水 望了下隔离喝酒的大国和村长又继续说 喂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记得了 还有几多日时间 我不是浪费时间 我仍然在省时间 你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垃圾的东西 但是 其实是有联系的 我怀疑山神庙里面有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可以帮我们 所以明天我一定要上山看看 如果不是 我们以后都会很被动 陈志的语气很坚定 看来没得谈 他继续问村长 时间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不记得这条路怎么走 由这里去山神庙 要多长时间 村长说 我当然是记得这条路了 我虽然年纪大 但是很好记性的 我们当时 在山里面找了一天一夜才找到座庙 那条路 到死那天我都记得 如果我现在要去那里 我敢担保 早上出发 晚上就可以回来 一个来回没问题 好 明天就麻烦你了 我们的队伍先在村里面休整一天 我们几个就跟着你一起上山 看看山神庙究竟是怎样的 陈志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肥威和大国就互相望了一眼 他们似乎有点不理解 但也没有说些什么 不过村长就很兴奋 他对陈志可以信任他 觉得非常高兴 几个人喝了一会儿酒 就睡了 这里的土矿很窄 但是姓在这里多房 那么大家不用逼一起睡 肥威和陈志就在一间房 大国和村长就一起住在堂屋 而最里面的内室 就等基盈和村长老婆一起住 外边冷冰冰 但是土矿就暖粒粒很舒服 大家累了整天 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着 陈志的思维一直都很重 他躺在矿上边不动 但是就没有睡着 他在胡思乱想 试图将所有的东西穿在一起 再逐一点逐一点整理事情的脈絡 这个时候 他发现身边的肥威逐一点逐一点向他挖起来 轻轻伸手去摸陈志的臉 那究竟这两个人 又打算搞什么基情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鬼神宠》 作者 焚天孔雀 由陈嘉琪播讲 第480章 繞路而行 陈志的思维很重 他躺在矿上边 但是就睡不着了 他在胡思乱想 将所有东西都串联在一起 然后再逐一点逐一点理清楚事情的脈絡 这个时候 他就发现身边的肥威 逐一点逐一点挖起他的鼠 轻轻伸手过来 去摸陈志的臉 陈志被肥威吓了 他转身振开肥威的手 搞什么呀你 神经病呀 半夜三家摸我的臉 你是梦游还是发霞 去摸一下呀 肥威说 不是呀不是呀 我去摸摸你 看看你睡着了吗 喂 乘仔啊 刚才吃饭的时候都没说完 你明天 还有心情去看什么山神庙 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清楚的 我们呀 继继埋埋的九十日时间 我们要去山渣 那个结拜坚持不了很久了 我们还要去地府 喂 你不要忘记 到现在 都还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地府里面 有没有火灵石 可能我们这次去地府 都是只有鸡 你还有时间去你什么山神的东西 陈志华 陈志华 我当然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所以我们明天才要和村长去山神庙 喂 你这样 你试想一下 长白山发生过的事情 你不要分开来想 你要把所有东西 结合在一起来看 当所有东西 重叠在一起之后 一些细节就出来 你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来到长白山的时候 凌斌告诉我们 他唐家祖先的一些传说 说他唐家祖先 在山里收养了个羊子 那个人的身份就很神秘 说进深山那里挖人心 就好像探狼取物一样 而且这个羊子 是来自于山里面 一个穿得很光鲜的女人 那个女人说这个孩子是他私生的 他家人就赶了他出来 所以才送给唐家祖养 后来这个养子成年之后 又回到他妈妈身边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联想 还有 那个老村长发的梦 他说有个女神入梦 告诉他 村里哪要出事 还可以预测老大能的生死 这个人呢 穿得也是很光鲜的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两个女人 其实是同一个人 你就是说 这个女人 其实是山里面的女神 他就有个私生子 那个孩子呢 就是唐家祖先修养的样子 也就是 我们要找那条神秘村的祖先 如果真是有位这样的女神的话 她究竟是谁呢 现在是生还是死 但是现在 哪个人都没有 哪个人都没有 是生还是死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由这些迹象来看 这个女人的家族 在长白山 应该生活了很久 很古老的了 看回满族人的神话历史 我就会想起 那些 那位在满族人神话里面 若忍若然的女神 嘻嘻 你满族人的神仙 你又会 喂喂喂 不对了 他们不是说 那个什么超虾尖爺是男神来的吗 你干什么 他夹起来变女神 我现在不可以肯定 这些东西我只是想想想 等我们明天找到山神庙之后 就什么都清楚了 不过 如果我猜的东西是对的话 那就是我们找到了杀满神述的起源 满族人世代信奉撒满教 而撒满神述 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感应自然的预知能力 他们的巫师 可以靠武道和大自然沟通 还可以预知吉凶 他们的神灵有无上的智慧 了解世界上所有的秘密 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找火灵石的行动是有些太被动 挖神墓本身就很危险 每一次都损失惨重 但是我们现在 就一点计划都没有 冥州至少要下个月才弄好 没有冥州我们又去不了地府 现在急来都没用 但是就算我们去了地府 都不可以确定地府里面 有我们要找的火灵石 不过地府如果没有火灵石的话 我们这次就彻底失败了 到时就抱着一起死 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准确的讯息 去引导我们 告诉我们地府里面究竟有没有火灵石 所以我们先要一些预知的能力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了 你是想找个女神仙出来 问一下她 地府里面有没有火灵石 嘶 小声点 我是这样想 但是现在我只是想 你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在长白山这里 你就经常想着那道青铜大门 就是地府的入口 这里发生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有点疼的 我们不可以像盲头乌营那样 四周乱撞 我们要有神力的指引才行 哼 小声果然我没看错你 哼 你是醒目的 好了好了 早点睡了 明天我们就上山 去看看那个老山神 究竟是什么样子 肥威似乎对陈志刚才说的事很满意 他轮转身 很快就睡着 扯了鼻涵 而陈志这一陣子 就习惯了失眠 他默念着促进睡眠的口诀 也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山里边的火炕 烧得很滚烈 陈志这一晚睡得很舒服 当他第二天睡醒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整身的骨关节都打开了 身上的血流非常顺畅 头脑也很清醒 山里边的人 一直都有早起的习惯 村长和他老婆天蒙蒙光的时候就起床 因为村长的老婆 一直对肥威怀恨在心 所以肥威一早起床 就帮村长的老婆 执头执尾做早餐 去讨好他 而大国就一直对在村口扎人的队伍 就不放心 他一大早就跑了回去看看什么情况 陈志和大国商量过 因为山下的队伍需要有人管理 这次就不用大国跟陈志一起上山 而大国也正有此意 昨天发生了这么大件事 现在整条村是粒粒乱的 大国今天要带上手足 和村民将村整理一下 然后再和陈翠德联系 将昨晚发生的事 告诉宁宾 早餐还没煮好的时候 陈志在院那里走了一个框 他四周围地望 而机营就一直跟在他身边 陈志记得村长说过 梦里面的女神仙 在他家里施了就范 目的就是要防止妖魔进入 如果这位女神真的存在 并且在这里施过法术的话 那这里一定会留下痕迹 陈志在院里面最不显眼的地方 用汽流封住了一只巴掌 那么大的结界 然后他拿出刀 割破手掌 将一滴血滴在地上 再在口中默念周闻 轻轻一吹 接着来发生的事 令到陈志很惊讶 那他究竟见到什么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鬼神宠》 作者焚天孔将 由陈嘉琪播讲 第481章 晋山奴 陈志在院最不显眼的地方 用汽流封住了一块巴掌 那么大的结界 然后他拿出刀 割破手掌 将一滴血滴在地上 口中默念周闻 轻轻一吹 大地轻微地震动了一下 这个震感很轻 不注意根本就感觉不到 但是 陈志很快就见到了 这块巴掌这么大的结界中 土地已经变成鲜红色 这种红色 迅速向周围蔓延 很快就将村长家里的院落 全部包围起身 只见 这片鲜红的土地上 密密麻麻排列了很多小小的皱纹 这些皱纹 将整个院落紧紧地包围在中间 所有的皱纹 都是刻在土地上 足足有三寸的深 这些皱纹 不是神纹 看上去更加像是最原始的女真纹 这些皱纹 整片大地 鲜红鲜红非常鲜业 陈志站起身后收起结界 那些鲜红的皱纹 被风一吹之后就不见了 软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陈志心想 看来这位女神真的存在过 而且她曾经施发 风禁过这里 她想救这里的村民 那就好棒了 想到这里 她站起身 拍了一下身上的灰尘 就和姬仁一起回到家 早餐准备好了 村长的老婆 煮了二米粥给大家吃 还有饅頭和茶叶蛋 大家吃得很开心 吃完早餐之后 大家就准备上山了 为了对抗山上边的风雪 也为了看起身好像正常一点 陈志和肥威都在工作服外边 穿了厚厚的大衣 戴上棉帽 而姬仁 就依然穿着 离的时候那件短蜜蜜 把刀背在后面 看起身很干净利落 但是村长呢 穿得像坐山雕 看来她年轻的时候 打过不少野兽 收收埋埋很多漂亮的皮草 她穿着自己缝制的厚皮毛大衣 头上边套着一顶皮草的护耳帽 整块面都遮起了 手里边拿着老猎枪 腰上边就掛着老大能的那把军刀 和她自己的那条长边 看起身非常威风 村长就已经很多年没上雪山了 因为这几年 那些猎人见她都年纪大了 就怕她手脚不方便 村里边有打猎活动 家下都不叫她 搞到她鬼这么屈抹 这次呢 陈志叫她来帮忙带老 村长就觉得自己补刀未老 还等着洗的 非常牙策 就是这样 四个人整顿好之后就开始上山 他们跟着村长 由村的后边开始上山 那条路就是小路来的很少人行 翻过一个小山坡之后 他们就去到后山 很快 他们就走进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四周围 看到的 只是万无天際的白雪和冰川 一片白茫茫的雪山地貌 就不是开玩笑 这里呢 是一座地域非常复杂的雪山 有着典型的古兵村特点 山的连贯性很好 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 而且非常艰险 那些什么深不见底的冰井 冰斗 应有尽有 经常前面走走走 就是万丈深渊 而前后的方位也很难辨认 如果不是有熟路的人带 很容易就会当失路 村长虽然老了 但是呢 他的手脚都很快 可能和他长年在大雪山当中生活有关 他这路走在最前边 一点都不索气 很快就走到入深山 但是前边就越来越难走 再到后来 厚厚的大雪去到大腿那里 路非常难走 而山里又很安静 除了风声之外 连一些非鸟的声音都没有 最后 只是剩下他们四个人喘气的声音 好像整个世界 只得了他们一样 走了三个多钟 路村长带着他们 走上了一座雪坡 这里的面积就很大 村长带着他们在上面走很久 最后停下 陈志和肥胃都拋了头 看到村长不停在摇头 他的面色很沮丧 他们就知道村长应该是找不到路 村长说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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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奇怪 我明明记得很清楚 过了这个雪坡 就看到那座山神廟了 为什么现在不见了呢 哎呀 真是老懵懂了 村长都一把年多了 爬了这么久山路之后 有点力不从心 他面上边出现了老年人的神态 他坐在雪地上边 对陈志他们摆下手 使大家不如休息一下 肥胃见到村长情绪这么低落 他心里面有点过意不许 努力将装了白酒的酒壶递过去说 喂 村长 老老老什么路呢 你一点都不老 你看看你 走得多快 我差点都追不到你 你这么硬正 比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多多声 村长听到肥胃的说话之后 马上就开心了 他拿起酒壶 喝了一口白酒之后就说了 嘘 有什么这么厉害呢 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 打猎很厉害的 老大能的年轻和我比 叫做收皮 让我休息一会 肯定可以找到座庙 我明明记得 那座庙就在附近 那时候雪地里面金光闪闪 很长眼的 陈志在这个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走到山坡上面 在白宝囊那里 拿着摺疊望远镜四周围望 这个雪坡很大 漫天遍野白茫茫 分界线都看不清楚 如果没有老村长指路的话 他们绝对找不到这里 这里的地貌看起来就不太显眼 也没有什么可以记忆的地方 白雪将整个山坡覆盖到非常平整 只有几块黑色的山岩露在雪面上边 奇形怪状 冬满冰箱 而前边 就是白茫茫的雪景一望无际 那就奇怪了 这里好像四周围都没有建筑物 会不会真的走错路了 这个时候 突然间一道阳光射了下来 在最前边的山谷那里 有一股淡黄色的武器升起 仙气缭妖 好像仙景一样 景色非常漂亮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肥威就已经站在陈志身边 他也拿着望远镜向前望 他说 如果你告诉我 前边那里有神仙 我都相信 这个雪山真是 真是very beautiful 北国风光 千年里冰风 万里雪标 真是 肥威可以突然间发现了什么 他拿着望远镜看了很久 然后撞了一下陈志就说 陈志呀陈志 喂喂喂喂喂 你看看那里突出什么东西 是不是那座山神庙啊 在哪里啊 陈志马上又举起望远镜 望向肥威指着的方向 只见 在前方白茫茫的山坳当中 有一座金色的古代建筑 被太阳照到金光闪闪 非常残眼 而他的屋顶 就在山坳当中露了出来 那这座建筑 究竟是不是他们在找的山神廟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鬼神宠》 作者 焚天孔雀 由陈嘉琪播讲 第482章 山神廟 只见 在前方白茫茫的山坳当中 有一座金色的古代建筑 被太阳照到金光闪闪 非常残眼 而他的屋顶 就在山坳当中露了出来 不过陈志认真地看 这个屋顶 好像透明似的 没有颜色 但是他下面 就充满金黄色的反光 这座建筑物非常残目 他残眼的金色光芒 将四周一片的雪地都映射成金黄色 好像是落在白雪地当中的一块金流泥 非常之刺眼 陈志同肥威 发现了这个建筑物之后 快叫村长过来 第二个望远镜给他看 村长一见到 马上就很激动 他手帽都震了 对了 就是这座山神庙 我当时就是看到这座庙 但是又奇怪 刚才我们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现在突然间又出现都有 金光闪闪 好像在雪地那里跳出来 这件事真是奇怪 会不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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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这么多的同男同女的诗 会不会是撞鬼啊 啊 肥威说 我来得他撞不撞鬼 趁他现在还在这儿 我们趕快过去就是了 关于鬼的事 吓不到肥威 他说完 叫大家跟着他尾 出发去山神庙了 山咬里边的雪路就很难走 白雪覆盖大概有一米左右 大家走得很辛苦 去到山神庙面前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大汗搭西汗 还没见到那座庙的大门在哪里 大家就被那些金光 残得眼都疼 肥威说 我怎么 这座哪是山神庙啊 真是皇帝住宅啊 真是够霸气啊 这么鬼残眼 陈至看过去 只见这座是很精致的庙宇 它的占地面积就不是这么大 但是 就装修到很富丽堂黄 整座庙是长方形的 黄楼尼雅 四角串尖顶 雅上边 刻着游龙走兽就非常巧究 廟门 是木陷双金片制成的 金片好像鱼鳞那样 中横排列 金光刺眼 廟前 是两排白玉石围栏 上面 就摆放着白玉石雕刻的走兽柱台 雕兰玉砌 很有皇家气派 虽然它是一座妙仔 但是整成这样 如果不是在深山里面 其实大家都会以为 是一座皇家的小型寅宫 或者是不知哪位皇爷的家慈 大家担高头望过去 只见 金光闪闪的神庙顶部 在最尖端的位置 刻着九条飞笼 全部都是看白玉和白银打造的 颜色都非常通透 肥威就说 我静啊 我就是说 这座庙这么漂亮 有什么理由在雪地那里看不到 原来 它屋顶和雪是一个颜色的 如果不是太阳光射过来 谁都不知道 雪地里面有座这样的庙 咦 我就醒目了 刚才用望远镜 看到金色反光 如果不是真是恶魂 都不像是谁设计的 这么狡猾 肥威一边说就一边走去庙的大门 他对四周围那些刁难玉砌 金光闪闪的装饰没有什么兴趣 大家跟着他一起走 老村长似乎对这座山神庙一直有点害怕 他就走在队伍的最尾尾 他们进到庙门之后 一阵沉香运着梅尾撲臂而来 经过多年风雨的侵袭 廟门有些木头关子已经腐烂 但是金片依然闪闪发令 廟门后边 一排排由屋顶垂下来的金黄色蚂像 遮挡着他们的视线 那些金黄色的蚂像上边 用征扎的工艺收着飞龙走访 而红射香珠就一寸折一寸 围绕在上边 棚顶的正中间 有流金盆刻 雕工也很精巧 一看就知道是老清宫的风格 但是 在庙宇中间的摆设和装饰就有点奇怪 地尊和柱上边 刻着那些是很空悍的野兽 而墙上边还刻着大片大片的古女真物纸 一些枝架上摆着杀满教的面具和法器 整个妙语笼罩着一种很浓重的杀满宗教气息 他们整班人穿过了一排排的万丈 走到他内厅 兜口兜面就看到老村长讲那尊老山神泥索像 这个泥索像的样貌果然是非常凶狠 泥身有三四米这么高 整身涂着金身 露出赤青色的面孔 他张牙舞爪怒目步发 衣起两只抢肠的獠牙 他挥舞着双爪 好像想撲过来捉人 刻画得栩栩如生 与其说它是一尊神灵 不如说它更加像是一只怪物 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座山神像 没有穿没有烂地立在那树 村长之前说过 这座山神像被他们摘烂了 为什么现在又会这样呢 肥威就说 村长呀 你和我们吹水吗 你又说摘烂了个山神像 现在就好地地在这儿了 但是村长 见到这座山神像之后 他自己就拗头了 不是吧 我没说大话 我记得很清楚的 当年我们三个人 入到苗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打烂那山神像 那时候老大能的阿爸 把山神像的头都摔掉 而且我们 把四周围这些黄像全部都扯爛了 为什么又会挂上去呢 死了死了 老村长说到这儿有点害怕 他在山神面前 一声跪下 合起双手 不停地作语 然后口中默念 我知道了 肯定是山神爷显灵 山神爷 原谅我当时的冲动 我有错 我们当时 什么都不懂就冒犯了你 肥威一边拉起村长一边就说 喂喂喂 你先起床 山神爷 山神爷 没有空在这儿听你晒 山神爷 就算显灵 你以为他可以自己 把这些帐子全部挂好 自己收拾屋了吧 你太看小他了 他如果真是显灵 一早就去了村里面 找你们招数了 你以为你还有命 回来这儿了 村长这个时候真是招了头 他说 难道 我们招了山神廟之后 又有人来过这儿 将这儿恢复回 肥威从祭台那里 拿起一个金色香炉 在手里面回来覆去 看了一会儿 之后说 我看不像了 告诉你 这种荒山野靓的地方 来的 只有一些导墓的人 告诉你 你这庙 在赌斗人眼里面 就叫做加油斗 即是什么 就是那些猪耳性 看不看得到 这儿看起身 好金碧辉煌 其实全部东西都是流金 根本就骗不到 赌斗那帮人的眼 这种这样的加油斗 满足皇室最喜欢 那帮人都猜到 用真金白银打造的东西 最终就是益了那帮杜务賊 那不如 静点猪耳性就算了 赌斗那些翻山 领过来这里 都是为了钱 谁要这些假鱼 所以加油斗 最后反而是全部保留到下来 再说 就算那些人来这里偷野 你也不可能帮你搞维生 是吧 你当赌斗那些人是雷锋 陈志摸了一下香岸上边的灰尘 在鼻哥那里闻了一下就说 这里真的可能有人打掃过 这里至少在一年前被人打掃过 而且这里的香炉 竹火 都有被人用过的痕迹 那究竟他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好